年年举办荷花节 今年的主题叫 食荷而来 着重推出当地的特色荷花菜 这是为这次比赛设计的菜 做这个荷花鲜鱼 必须得用草鱼 鱼剥骨 剁馅 必须得用刀剁 不能拿机器饺 用手就这么一点一点包 把荷花那种清甜味 全都能融入里去 没有三四个小时 下不来这道菜 鱼肉馅被裹在荷花瓣里 下锅油炸 鱼头 鱼骨 鱼尾炸至酥脆 然后装盘 最后热锅爆炒莲子鱼肉丁 摆在鱼周边的荷花瓣上 今天的重头菜 荷花全鱼终于完成 随着外酥 对人的说明 完了他不腻 酸滑了 就说明做菜从思维上 下了很多功夫 还是不错的 鱼花金牌不 鱼花金牌吧 结束了